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行 我是家里糖尿病多 家里头我妈 我丈母娘 我奶奶 我岳父 这四个都是糖尿病 然后我自己是血压高 所以通过我们刚刚这个现场的调查看得出来 现在三高的确是最高发的慢性病 常见病了 那我们也有相关的常识 除了通过吃药和运动控制以外 日常的科学的饮食习惯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作为资深的高人 您真的吃对了吗 我们将为现场的观众分成红 蓝两队 通过几轮问题的答题 最终要评选出一个最强战队 如果要是哪一个队呢 获得了最强战队的称号 所有的队员呢 都将获得我们健康之路 为您提供的一份健康大礼包 大家需要获得吗 大家一定要加油咯 那今天呢 我们第一集呢 将为大家来介绍一些 有关于勾血压患者的日常饮食习惯和方式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红队 红队 打起全队 蓝队 蓝队 智者无畏 两队呢 都是心心满满 志在必得 最终谁将获得最强战队的称号呢 那连续刚刚也提到了啊 自己也有高血压的问题 你先说一说 作为高血压患者 日常饮食当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高血压 反正 我觉得高血压对饮食要求不特高 但就一点 就别吃太咸了 要少盐 也谈不上少盐嘛 反正就自己刻意地少吃点咸的 原来我们家老有咸菜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阿姨家有没有 因为我们北京人家里 老得搁点什么咸菜什么的 就只是借了咸菜 肉还是照样吃 跟肉没有关系 油腻的呀 甜食呀 都可以吃 对 就是 都可以少吃 就是你爱吃的都可以吃 不爱吃的少吃一点 我感觉蓝队已经在挖坑了 然后红队队长呢 特别踊跃地就往里跳下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不同的意见吗 好 有不一样的意见 我本身呢 就是高血压患者 我觉得吧 还是多控盐 控油 所以又要少吃盐 少吃肉 那看得出来 您呢 又给连续增加了两个原则 少油 还得少肉 好 谢谢我们厂商观众 跟我们的分享 好 各位高血压的患者 您日常饮食吃得对吗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 非常权威的营养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 刘英华 副主任医师 您好 刘主任 欢迎 主持人好 好 各位观众好 以前节目当中呢 刘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 很多有关于营养的知识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是 高血压患者的转场了 那刚才两位也提到了 要少盐 要少油 甚至是要控制一点肉的摄入 那您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刚才嘉宾和观众讲的 还是很有道理的 高血压患者还是需要清淡饮食的 少盐呢 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个少油和少肉啊 就看你怎么样的少了 我们平时说高血压呢 最主要的生活方式调整 就三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少盐 一个呢 戒酒 一个减轻体重 但是具体到一些饮食的细节上 又应该怎么去把握 待会儿要请您慢慢介绍 好嘞 请您先落座 刘主任 再马上就开始了 进入第一题之前呢 咱们再来回忆一下 刚才刘主任提到 对于高血压患者的 第一个饮食原则就是 少盐 没错 就是少盐 但是您说了 这日常生活当中 盐吃的那么少 那这菜饭都没滋没味的 怎么吃得下呀 所以很多朋友呢 就想到了一些替代的办法 这个办法呢 就是加味精 那第一个问题来了 您看 说高血压患者要少吃盐 但是可以多用味精来提味 这个说法是对 是错 这个说法是对 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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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两位队长可以征信一下 后面观众的意见 错的吧 错 错 错 为什么错 我也觉得错 哪位阿姨想回答 那就第一排的这个阿姨好了 刚才您一直在说 不要吃 不要吃 我觉得吃这个味精啊 对身体不好 因为它是化学物品 你不是吃一天两天的 你常去用啊 对 是不是 我吃那是我不搁味精 不搁 我搁就这蚝油调 调味 是啊 旁边这位 这个红衣服的阿姨 您觉得呢 我觉得说的挺正确的 是吧 那您在家也不吃味精吗 我不吃味精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味精里 好像有管酸吧 那里不太好 这么专业 那您用什么方式来替代盐呢 我就老臭 我基本都很少用 我就用生抽 味精也不吃 用酱油来调味 对对对 好 萧叔你觉得 你得到满意的答案了吗 我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答案 因为我们全组 都好像选择同样的答案 对吗 对 蓝女人这个说法是 不能吃味精 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问问了吧 阿姨们咱们同意这观点吗 我认为不可以的 因为那都 从我心里认为 它那些东西都是化学东西 蝉有的东西 没必要 只能对身体有害 我从来不吃 完了呢 我口清 因为我血压高 您就是血压高 对 我也高 可是呢 我口特别清 那怎么还高呢 口清还高 那个家里遗传 我去年才有的 高血压的 后面那阿姨 那个您觉得是对的是错的 我觉得味精可以吃的 因为味精它分两种制作 一个是化学制 一个是用粮食做的 阿姨您是在味精厂工作的 是不是 这真懂 您觉得就是 可以少盐的情况下 多搁点味精 对对 那阿姨们咱们最后 觉得这是错的 咱举个手表个态 好 现在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吗 没有 越弄越糊涂 你纠结在哪里连续 因为我觉得 刚才那个阿姨说的也对 而且味精是味精 严是严 因为后边阿姨都说的是错的 我就头一提 对吧 对 没有自我的人 对 好 蓝队最终的答案 认为这个说法是 错误的 好 所以那两个队伍 要么就全对 要么就全错 那究竟 谁对 谁错呢 一 二 三 并没有惩罚 但是就给你们的回答 钱都正切了 恭喜两个队伍 恭喜你们 对啊 恭喜 恭喜 我们可以拿上来一个 奖地的玩偶 来啦 恭喜你们 积开的胜 但是我就还是有自己的观点 它为什么这高血压 就不能吃味精了吗 那您说 咱们后边的 咱阿姨们 咱说实话 谁家炒菜做饭 这两年选择多点了 什么鸡精啊 生抽老抽 咱往前倒 倒五年 倒六年 谁家不用味精 对 都用 现在有得用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呢 刚才这个题呢 都答对了 但是观众说的这些看法呢 并不完全都是正确的 首先呢 这个味精 它不是化学之剂 有好几个观众认为 它是化学品 所以不吃它 它实际上是玉米淀粉 发酵而来的 所以也是天然的食物 是安全的 并不是化学物质 对 不是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 这个味精主要的成分 刚才有一位阿姨 也好像说是骨胺酸 其实不是 是骨胺酸钠 它在体内呢 会分解成骨胺酸和钠 所以呢 它有一定的钠粒子 也就是盐的一个 另外的一种形式 所以因为高血压患者 要控盐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限制 这个味精的摄入量 不是一点都不能吃 但是你这个量 一定要把握好 不能多吃 对 不能多吃 那如果我们不吃味精 我们换成肌精行不行 很多人现在都用鸡精 鸡精的口味啊 天然的这种丰富的滋味啊 也都是很好的 大家也看到 那鸡精的袋子上 经常画一只老母鸡 对啊 还以为这个鸡精 可能是用鸡肉过来的 对 做出来的 其实不是的 那么鸡精 它实际上是用鸡肉啊 鸡骨啊 它们的提取物 浓缩之后 然后做成的 而且市面上 大部分的鸡精 它的主要成分里面呢 会有40%左右的味精 还会有10%左右 的盐 也就是鸡的 另外的一种形式 所以不管是 味精也好 鸡精也好 它都是我们食盐的 另外的一种形式 其实等同于 我们在吃鸡精的同时 也在吃盐了 对对对 是这样 那您说 这个鸡精 咱也得少放 那你说酱油 生抽 老抽 这都是咸的 那炒菜的时候 不光割盐 这些东西都割 那这 不能不割啊 这些调味便宜啊 是的 因为我们平时吃饭 一定要有口味 没有口味 就觉得没有趣味了 对 所以这个调味呢 我们就把握好 这个量就可以了 那么盐和这个味精 之间的替换呢 也有一定的量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平时所说的呢 高血压患者 建议每天是5克盐 5克盐呢 这一汤勺呢 一满勺 那是10克 所以大概呢 也就是半勺 大家可以看啊 满勺是指的 就是满满的那样的 挂尖的这样的一勺 那么半勺呢 那就是在 我们这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全天的量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盐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量 一勺的这样的味精 一定是很平的 不要超量 这一瓶勺的味精 相当于1克的盐 刚才说半勺是5克的盐 那这一克盐 大概也就是在 这个一小尖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你吃这么多的味精 相当于吃了这一克盐 那你放了多少味精 你一定要减掉 你这个盐的一个量 那您像 有没有一些食物当中 虽然吃起来 不是咸口的 但是有盐 但是也有盐 隐藏的 肯定是有的 尤其是现在 我们加工的食品 包装的食品 罐装的食品 那么多 那么它实际上 它很多的里面 都要放一定的盐 否则你吃到 嘴里没有味 肯定也不好卖嘛 你看 尤其是像这些 馒头 面包 面条 烙饼 这是我们日常的 最常见的主食 但是实际上 在发面的过程当中 都要放一定的 盐的成分的 这样的东西 才能使这个面呢 更有嚼劲 更有劲头 然后呢 或者是发得更好 你像以前 没有像什么酵母啊 什么这些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放小苏打 那么小苏打 就是碳酸氢钠 实际上里面也有 钠的成分在里面 这是平时 我们所说的主食 这一类 我们再看这些甜食 这是蛋糕啊 饼干 那么大家觉着 这都这么甜 肯定没有盐 实际上 在放糖的同时呢 它也会放一定的盐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它的口感 更香甜 我们平时做菜 有的时候愿意放糖 是因为它提鲜 那么放了糖又放盐呢 又会将糖的这个味道 更加显现出来 所以它的口感 就会更好 好 那我们也知道呢 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 更加的健康 更好的办法呢 就是让我们的血管 始终保持有一定的弹性 这样它才能够更好地 控制我们的血压 那大家也知道说 是不是吃一点醋 可以软化血管 所以现在我们在市场上 也可以看到 有各种各样的保健醋 是层出不穷的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看好了 您看 说常吃醋软化血管 对于降血压有益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 可以 声音并不一样 对吧 连续 你可以先争取一下 对人的意见 我先回答了 因为叔叔们 你们觉得是对的是错的 您觉得吃醋 对于降血压有帮助吗 有帮助啊 怎么有帮助呢 它软化血管啊 软化了血管就可以降血压了 对啊 它这血压就一般的 就是平稳下来了 好 明白了 叔叔您觉得呢 我赞成刚才那大姐 说的这说法 吃醋软化血管 所以我也经常吃点醋 您经常 或者你看我们对 不光阿姨们爱吃醋 叔叔也爱吃醋 我觉得吃这个醋 它软化血管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跟那个降血压 这个差得太远了 差太远了 怎么差得太远了呢 没有什么作用 那能软化血管吗 作用很小我觉得 不可能 您血压怎么样 我血压稍微有点高 稍微有点高 小叔可以征写一下 你们对人的意见 叔叔阿姨呢 你们觉得呢 这个常吃醋啊 是软化血管 但是呢 对降血压呢 应该有一定的益处 但是没那么大吧 没那么大 没那么 我觉得啊 没那么夸张 是有一定的益处 有一定的益处 但是呢 没有那么夸张 说完全降血压 我觉得 是不是啊 对 我觉得吧 既然说这个醋呢 能够软化血管 就应该对降血压有帮助 你血管软化了 它不就增加这个弹性了吗 刚才不是说 因为血压高 不是血管弹性不好 所以引起波动吗 您这是逻辑推理模式 对 对吧 我就现在就不知道 这醋到底能不能软化血管 如果有这作用 我觉得就是对降血压有好处 您觉得有这作用吗 我觉得有 所以我们这个题要答 对 红一队的举手 我全票通过啊 对 没错 好多 好多 两队都得到 你们想要的答案了吗 得到了 可以了 那就红队 蓝队 请表决 又一致了 两队都认为 这个问题是 对的 那你们的回答 是对 是错呢 看很多 三 二 一 恨不幸 都阵亡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 叫过去退叔叔阿姨们 都回答错了 对 大家都回答错了 但是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对 怎么会 可以软化血管 血管一软化了 血压就 就降下来了 对 怎么会错了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区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吃醋可以降血压呀 或者是软化血管 那么经常高血压的患者可以用一些醋或者是柠檬汁来调调味道 因为它现盐了调调味道 但是实际上醋确实是没有直接的软化血管和降低血压的这样的作用 我们说醋呢 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醋酸 那么醋酸呢 在体内代谢之后就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您想想 二氧化碳和水对血管是不可能有直接的作用的 所以它也不可能直接的去降低血压 那么醋呢 而且它大家经常说这个醋是酸的 但是实际上它这个酸性非常的弱 它也不会影响我们体内的酸碱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系统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调味品 是我们的一个食物 而且呢 醋呢 因为它醋酸的含量比较多 那么它毕竟是酸性的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灼伤我们的食管 或者是对胃呀 有一定的灼伤的作用 所以不要吃得太多 就把它做成一个调味品来调味就可以了 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神化了醋的作用了 醋并没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就更别说降血压了 终于搞清楚了 所以这一喷并不白喷 对 把更多的人给喷明白了 对啊 值了 值了 好 其实在民间呢 关于这个降血压的做法还真的是不少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说吃芹菜可以降血压 这个做法是对试错 对 这又重口一致了 这又悬了 这没问题别 对吗叔叔阿姨 大家觉得 那我问问这边这个 应该是小姐姐 我觉得芹菜粗纤维的蔬菜可以助消化 但对降血压好像也没什么作用 阿姨您说说 我感觉吃芹菜是对血压有好处的 因为芹菜里边含钾 还有那个鱼 它都是对血管有好处的 都是因为有钾 对 您血压正常吗 我血压不正常 您血压也偏高吗 您这么瘦 高到最高是170 那您平常会多吃芹菜吗 平常吃芹菜呀 鱼呀 现在我的血压呀 降低到140到135 还挺得向的 我感觉是挺理想的 您觉得是跟芹菜有关的 对 跟芹菜有关 多吃芹菜是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对 这个是实力呀 是吧 我有想法了 叔叔阿姨们觉得 这题是对的举手 好 那您 阿姨您说说 为什么您觉得是对的 吃芹菜对降压 是很有好处的 您听没错 您就听我的连续 没错 不是 是我知道 刚才我也听您的来着 对 刚才你没听我的 您听美 专家讲 刚才我有反对意见 你没听我的 还有谁觉得不对 对 您说说 我因为吃芹菜 是对人身体有好处 但是不能绝对说降取压 我因为这个说法 是不对的 因为您知道吗 我这人平时不吃菜 你知道吗 所以这我真不在 您就说这等于吃芹菜 跟这个血压 是完全没关系的 是吧 但是我觉得吃芹菜 对心脏是有好处 对降血压 没有绝对的作用 哦 为什么呢 我感觉到 不能是绝对说 吃了芹菜 就可以降血压 吃个菜就能降血压 那这是一场没有 高血压病人 反正我是因为 是不对的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 连续是特别 没主意的人 对 这个问题是对 是错 两位的答案是 教书认为这个说法 吃芹菜可以降血压 是对的 对的 连续认为吃芹菜 可以降血压的 这个说法是 错的 错的 他是因为不喜欢吃 对 我因为 因为我 因为我就不爱吃芹菜 对 他是不喜欢吃 最后只能按个人喜好 这个来分了 我是因为我有实力 好 那两位的回答 究竟谁对 谁错呢 三 二 一 够呛了 我够呛了 哎呀 小师傅啊 阿姨 蛮没回答 错了 阿姨 你骗我 为什么 然后你们队长 都快哭了 对 是不是我们的那个 惩罚的老师 给搞错了 喷错了呀 喷错了吧 肯定是没喷错的 其实呢 吃芹菜和刚才我们说 吃醋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目前都没有 真正的一些 科学的研究的结果认为 吃芹菜可以直接地来降低血压 但是呢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 都会选择去吃芹菜 而且还很多有流传说 谁谁谁 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讲的 我就是吃芹菜 我不用吃药了 我的血压就正常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发生呢 实际上芹菜当中确实是 钾离子的含量是很高的 那么钾的作用呢 它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啊 可以增加心肌的收缩的能力 还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 这不是挺好的吗 对于高血压患者 确实是非常有用的 至少它肯定是比吃芹菜 肯定是比吃糖要好很多吧 但是呢 它没有跟我们的血压 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很多人这么认为 或者说吃了芹菜 不用吃药 怎么就好了呢 那肯定是跟它以前的 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比如以前不爱吃菜 那么可能吃油 吃肉比较多 那么又饮酒 那么当发现自己高血压之后 也知道要改变生活方式了 我要戒酒 我要吃很多的菜 那么吃芹菜 它毕竟它吃进去了很多 它以前没有的这样的一些蔬菜 那么它是综合的一个 生活方式的调整之后 它的血压就降至正常了 肯定不是芹菜单独的一个食物 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个呢 不能认为芹菜是直接降血压的 但是芹菜呢 你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去选择它 去搭配它 不能像男嘉宾说的似的 不吃菜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了 那刚才呢 刘主任也提到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朋友们来说 还有第二个原则 就是要戒酒 但是在我们中国酒的种类很多 白的 皮的 红的 还有黄酒 泡米酒等等 在这些酒当中呢 有一种酒 似乎呢 高血压的患者们 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问题来了 高血压的患者 常喝葡萄酒可以降血压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呢 这次红队的声音好像特别的大 答题的优先权让给你们 连续 我这回问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以身试过的 您试过 我试试红葡萄酒 泡醋汁 经常喝着挺管事的 这什么味儿啊这 对 我也想象不来的 每天喝多少 每天喝一点 一凉 那拔铁杯 那我喝一点 拔铁 您本身高血压吗 对 往上喝一次 早起喝一次 我喝这个挺管事的 我喝了有好几年了都 您的血压呢 怎么管事 血压 原来血压高 160 还上过170 但是喝这个 现在挺稳的 180 也不吃药 每天吃一片石灰达 哦 也吃药的 要是高的 低的时候 我吃半片 结半 要是能什么 要是高一点 您有没有这种 就是 我喝之前一测160 我喝下去 八千一两的 再一测编130了 没有没有 什么朋友 我就是长期喝 我就是 长期喝 长期 弄红酒 泡弄小葱 不是大葱根 小葱那根 好 那咱对小叔 我来问问啊 叔叔 阿姨们 你们觉得呢 是好处还坏处啊 那个对那个血压膏 有帮助 但是它不是起 决定作用的 哦 就是不能降血压 只能辅助 对对对 就跟芹菜的作用 是一样的 是是是 哦 都点头吗 哎 哎 阿姨您说 我其实降不了血压 那酒里本身就有酒精 本身好人喝酒 还孕孕孕孕呢 哎 对不对啊 对 对 我还高血压了 这位阿姨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 不不太那个什么 因为高血压患者吧 尽量的别喝酒 再有了 如果要说 喝酒能降血压 那大家都喝酒 那血压降了 还吃什么药呢 对 而且就像我这种人 就虽然我没有高血压 我一喝酒 心脏跳可快了 对啊 就是葡萄酒 所以不管是什么酒 尽量少喝 对 我同意 好 明白了 得到答案了 得到了 好 那刚刚呢 红队答对两个问题了 蓝队呢 只答对了一个问题 我要谨慎了 对 所以这一轮能不能够 把这个比分扳平呢 请给出 你们最重的答案 答案又不一样了 对啊 萧叔你觉得这个说法是 过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正常人喝酒 心跳都快 高血压的患者 只要是酒都不能碰 嗯 连续你选择的是 我觉得 真理往往就在少数的人 我还有补一句 葡萄酒一定要泡葱根 对 它不光不是味 它还可以降血压 好 那这一轮 究竟谁对谁错呢 这个是有实践的 三 二 一 恭喜蓝队回答正确 耶 欢迎召唤一会唱 真的真 给我坑了 我跟你说 现在发现实力都不靠谱 但是 但我真的印象当中有一点 听过就是说 高血压的患者在喝完酒之后 是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的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 但我忘了是谁跟我说过 的确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说什么葡萄酒可以软化血管 你看人家欧洲人 天天喝点葡萄酒 脸色也好 还有什么地中海饮食 人家就少得高血压 确实以前倒听说过这个说法的 对 好像是很多人都认为 我刚刚喝了酒之后 血压就降低了 所以就用这个为借口说 喝酒可以来缓解我的血压 实际上喝的酒不管是什么酒 酒里面的酒精 它是有一定的舒张血管的作用 所以在短期内 它可能是把血压是降下来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 它的酒精对血管的损害 都是有一定的一个 炎症性的一个反应的 所以不管你是长期的大量饮酒 还是少量饮酒 它里面的酒精 你像刚才说葡萄酒 那么葡萄酒的酒精 是12%到15%的这样的酒精度 它都会损伤血管 所以短期内的血压下降 是一个假象 那么长期的 它都会使你的血压不稳定 而且对高血压患者是不利的 不是说什么葡萄酒里面 有白芦苓 白芦苓 是吧 对 白芦苓醇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认为 白芦苓醇这个成分 它可以起到一些 对于缓解我们的血管的 一个紧张的这个程度 还有可以清除血管里面 很多的杂质 降低血里面 就是不好的那个胆固醇 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这样的一个含量 那么它可以来帮助你 缓解一些关心病的发生率 可能对降血压 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这些实验和验证 都停留在动物实验 和细胞实验上 所以说 而且把动物实验的这个量 如果换算到人体上的话 你一天要喝到 1000瓶左右的 像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 这样的葡萄酒的 这样的一个量 这个是没有实际的价值的 而且刚才女嘉宾人说 她一喝了酒 心就光 心跳 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它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 增加你的心率 那么心率一快 你的血液循环快 血管的张力就会很大 对于血管的压力就会很大 所以对血压也是不好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就像我爸这种 就是酒仙级别的 他不让他喝白酒了 他说那红酒好啊 保护心血管啊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对对对 就是说不能说喝红酒 用红酒来保护心血管 但是他又不能够戒酒 那么这个时候 尽量地让他把白酒 替换成红酒 这样至少要比白酒 这种烈性酒 酒精浓度更高的一些酒 还是要好一些的 那如果说以前我就不喝酒 那就不要用喝酒 来去软化血管降低血压 这是不科学的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那位观众说 一直在喝红葡萄酒泡葱根 用这个方法来控压 我劝您啊 您可以把他停了 阿姨就喜欢喝两口 还不如跟我们这蓝队观众一样 你早上起来跑跑步 我晚上跳跳广场舞 我看他来的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两队的比分居然是打平了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两队都要加油了好吗 好 他们今天这场 谁将获得最强战队的称号 大家给自己加加油好不好 加油 既然我们提到 酒这个饮品呢 对于控压并没有绝对的好处 那有人就说 茶是我们中国最好的一个饮品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 您看 说喝浓茶对降压有益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 是不是该我了 好好好 答题又先选让给男队 因为他们对一收 我们对队员就有点疑惑 是吧 这回是不是阿姨们觉得 有益的举手 有益的哟 觉得有益的 觉得没有益处的举手 全票通过 这回吓住了 我问问这位阿姨 喝清淡茶不喝那么浓的 你喝浓的吧 对你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对你睡眠也不也好 那对于控压呢 控血压血压降不了 您觉得就是如果影响了睡眠 会不会血压也会高 对不对 间接的是不是 对对对 更高了 你喝淡一点 少一点反正 因为它要查多分 有兴奋剂 喝多了浓茶以后 然后兴奋了就 兴奋它就晚上睡不好 然后呢 睡眠它就打消了 完了它一兴奋 血压它容易升高 哦 反而容易升高 对 它升高 哦 我有答案了 好 红队 来来 那您说上 我看您很主动 喝浓茶对酱压 没有什么好处 它会刺激 那个中枢神经 完了之后呢 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 一长期下去呢 血压就升高 所以说 喝浓茶 对那个酱血压 没有好处 但是喝点淡茶 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也能帮助人 那个排出那水分啊 什么的 里尿啊 往这儿呢 就能降压了 这个题是 喝浓茶对酱压有益 我觉得是对的 如果要说能降压 那就不对 因为我觉得是 喝浓茶是刮油 但是有一点啊 晚上大家尽量少喝茶 更不能喝浓茶 我就是这个意见 那刮油跟血压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的血管吧 本身岁数大了 有点那个硬化老化 而且里边那个油啊 很 那个叫什么 很稠啊 要中样硬化 我觉得喝点浓茶呢 应该是刮油油 对酱压有益 有这么一说 我觉得是对的 对 旁边戴帽子 阿姨一个就给你摆手 别挺她的 别挺她的 不对不对 你看没看见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红队开始内讨 对的 主师一人 得听我的 那现在两位队长 给出你们的最后选择 这个问题是对是错 小叔你的意见 我们就是所有的 蓝队队员都说是错的 是吧 所以我也同意他们的意见 那红队你的意见 因为这个 医疏有云啊 茶者皆宝主也 所以说呢 对这个高血压 也一定会有功效 只是就是浓茶 我能喝应该没问题 好 这可决定着你们俩 是否能够带领着 你们各自的队伍 拿到最强战队这一称号了 这个题至关重要 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 三 二 一 哎呀遗憾的是红队打错了 所以恭喜蓝队 获得了最强战队的称号 这问题出哪了 你快赶紧问问刘主任 对啊 对啊 这位男嘉宾特别的疑惑 平时呢 很多人都认为喝茶 它可以降血脂 降低体重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 高血压患者 最好要保持一个理想的体重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都用茶来减肥 那么越浓越好 认为减的体重越多 所以对血压更有好处 这个呢 确实是一个误区 因为浓茶呢 那么它里面的茶碱 尤其是红茶 红茶里面的茶碱 是所有的茶里面最多的 那么这个茶碱呢 它可以有兴奋 神经系统的作用 所以大家都说 喝了茶之后 我失眠呀 我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 的注意力呀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你的心率就会加快 血压就会不稳定 就会升高 让我们兴奋的是茶碱 对对对 红茶里是最多的 最多的 那么这种神经系统 一兴奋 你血液里面有很多 对于这个调整血压的 非常敏感的这种分子 它就会增加 血压就更加不利了 但是都不能一点茶不喝呀 而且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茶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降血压 对于这个血糖 血脂 减肥是有好处的呢 那么就是在绿茶里面 有一种成分叫 儿茶分素 刚才有一位观众 也讲了 但是这个儿茶分素 它是个好东西 它不是兴奋 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的 它有很多的 抗氧化的功能 它可以缓解我们的血压 可以对我们的血糖呢 也有一定的一个 缓解的作用 同时呢 它还可以缓解 我们的血脂升高 所以说呢 少喝一点这个绿茶 还是有所帮助的 而且呢 不要喝得太浓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用掌声 恭喜蓝队 获得了本场的胜利 获得了最强战队的称号 恭喜我们所有的 蓝队的队友们 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 红队也要加油 最后感谢刘准 带给大家的宝贵的支持 谢谢您 谢谢